那师傅 做错同一件事 有的同修可能念二十一遍礼佛 而有的同修念三遍就没有忏悔心了 请问这样的话 一样算忏悔掉了吗 这个问题 算了 他只要心无挂爱 他就忏悔掉了 明白了 那师傅容易 就是说很容易没有忏悔心 是不是说明业障少 容易消得快 还是说明智慧不开 对这件事情的忏悔 还不够深刻呢 这个问题是否能开始一下 很容易 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忏悔啊 就是说 有的人吧 容易 就是他没有忏悔心 他就是说 是说明他业障 就是很容易 说明他业障少 容易心 这个业障很大了 就想不到了忏悔 对 这个人做一点点事情 马上就知道忏悔了 这个人说明有觉悟呀 你比方说 这个人是小偷偷一次 马上觉悟了 这样子再也不能偷了 那个是强盗了 你说强盗 他会忏悔的了 明白了吗 他不以为人 师傅他不以为人 对了 所以叫强盗呀 他不是小偷的问题了 强他都无所谓了 他怎么会忏悔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转 敬夫 开车 炸 它家庭